继承一位华人工程师张晓朗涉嫌盗取苹果无人驾驶技术机密被SBI逮捕事件后,另一位华人工程师也被捕了。 SBI探员搜索郑晓清家,据话二间日报报道,被捕者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,同用电器主任工程师, 郑晓清,他被指控是写窃取蒸汽涡轮制造流程图等技术机密送回国内。 根据纽约北区联邦把庭的起诉书,FBI劝郑晓清把39万通用公司的设计与流程图置加密大包, 然后放到一张照片文件的代码后面,将其伪装成一张正常的日落风景图, 从公司服务器上拷贝出来,发到自己的邮箱里面,他将照片的代码和图纸的代码, 用特征码88分割,以免混淆,检方在起诉书中专门说明, 这个特征码在中国文化里边有发财的意思,也有媒体认为是在简的意思。 事实上同用电器一直对郑晓清有所怀疑,也展开过内部调查,只是没有采取措施。 2014年,郑晓清则19020个电子文件拷败到私人U盘,安保人员曾进行过调查, 但G1也无法确认具体内容,随后,齐山安保人员表示,已删除这些文件。 2016年G1开始禁止员工使用外部U盘。 2017年底,郑晓清再次被发现将工作电脑中的400个位置文件反常加密,之后建议在他电脑中安装监控软件。 直到这次事件,7月5日,郑晓清将39个MetLab文件和一个Incel表,压缩成名为Optimization Zip的文件, 并用Xcrypt加密重命名为F03-B336A-AXX,随后他将电脑与iPhone手机连接,并把手机中的IMG2064文件复制到电脑桌面, 重命名为DON-JPG之后把Happy 4th of July写进照片中,又将其与F03-B336A-AXX放进同一个文件夹。 下一步,正打开CWinBashShell,输入命令CDC-TMP和Ball列出命令行界面上的目录, 然后输入LinB-DON-JPG列出图片的二进制代码,再代码莫里输入88, 随后输入RF03-B336A-AXX将此文件的指图复本插入到照片的代码中,也在莫里输入88, 随后,他返回C-TMP的窗口,将F03-B336A-AXX的文件名更改为第一, 在最后郑小青通过Xcrypt分解并删除文件,将加密的照片发送到自己的私人邮箱, 而完成上述步骤,他只用了不到十分钟。 郑小青8月1月清晨在Miss Bayona的家中被捕,FBI搜查他的住所, 发现一个记录政府向提供特定技术的人员给予相应资源信息的手册, FBI同时收缴他的护照,发现他在最近两年内去顾五次中国。 被捕后,他向FBI公认,他与多家国内航空技术公司有利益联系。 郑小青被FBI探员带走。 办案人员经调查发现,这些公司中的多家,是由政府出资。 他在这些公司所参与的项目, 恰好与他在通用电器内工作的内容类似。 通用电器发言人在8月1日表示,就此案与职拔部门进行密切合作, 公司在保护知识产权上也毫不手软。 如果罪名成立,郑小青将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人罚款。 尽管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IT圈, 但最近也被媒体闹得沸沸扬扬。 据美国时代联合报8月2日报道, 郑小青当天出席了居留听证会, 并以10万美元获得保释。 后续如何还不得而知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